大家好, 又來到移民有移民的環節 我想到問男人, 問題少年 問大家不同的問題 問到不同的嘉賓 今天的嘉賓有稱為寵物達人Fanny 你好, 大家好 因為我聽到寵物達人 我想大家想寵物和移民有什麼關係? 很簡單, 就是寵物移民 很直接 很直接 因為人移民 但沒理由, 如果有寵物 你自己人走了, 就寵物在這裡 你當然會想想如何計劃一家人一起去 因為只要養得寵物 一定會視牠為一個家人去處理 當然, 沒錯 現在也有很多朋友 除了家人, 寵物比自己重要 我也是, 我有養的 我也是覺得養一隻貓 如果我移民時一定要處理貓 那你記得找我 一定要, 謝謝 Fanny, 我想問 第一件事, 別說我 其實我一說做寵物移民時 很多觀眾已經有問題 所以整本寶已經列出了什麼問題 第一件事問就是 其實寵物移民是否很困難 其實不困難 對, 最重要是看哪些物種 如果你說有些物種是關乎一些 可能國際的一些平藝絕種 公約的寵物 相對來說是有一點難度的 但會否集中地有部分的寵物 例如有些犬隻、貓隻之類 其實犬隻貓隻是最常見的 犬隻貓隻, 你說這兩個品種來說 比較困難的, 可能有些是關乎貶庇 貶庇平面的品種 難處就是難於有航空公司 接受它乘運 可能有部分的航空公司 看你目的地去哪裡 它有季節性的限定運載期 為什麼特別是貶庇才會這麼困難? 貶庇? 它是天生的貶庇 對, 應該是呼吸系統比較弱 對 我以為是貶庇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 我想應該可以 飛去韓國, 也建議 有物物, 寵物整容 還有一個新的業務出來, 好 寵物很多時候都會涉及檢疫 這件事, 移民應該會有這個問題出現吧 沒錯 程序會是怎樣的? 其實檢疫方面, 在香港未出發之前 我們叫另一部分的疫苗注射 打晶片, 都是防疫措施的階段 我們透過有效的晶片疫苗注射 而達到目的地 不符合它們的入口要求 就可以申請它們出口 香港對出口來說 沒有特別有很多條款監管 最主要看離地去哪裡 目的地國家可能是說 我需要前後有兩支風狗證針 舉例, 或者我一支就可以了 甚至我都不行, 我要嚴血 也有很多不同的國家指引 我們飛過去, 落地 入口的時候, 那部分的環節就叫檢疫 我可能預計今年去判施 半年後移民 也可以說已經是入門的時間 去為自己的寶貝女寵物準備 去聯絡一些可能是我們 去協調中間整個過程 包括疫苗防疫注射 有效的疫苗 才可以真的做一個 幫它出口的一份文件 然後還要問韓公司有沒有位置 申口位置 也需要有一部分的國家 可能我們前往需要有條件的 可能有七天, 甚至是十天 一些隔離的時間 七天, 十天就可以了嗎 看看你去哪裡 去台灣就七天 譬如你去墨爾本, 新西蘭 紐西蘭那些是十天的 有時經常聽 你知道寵物飛來飛的時候 好像坐牢在飛機上 不知是鎮住或很不人道地 放在什麼地方 這件事在移民上是否也會發生 當然不會 是嗎 無論去旅行也好 移民也好 只可以步入航空公司 其實現在航空公司 他們也有很多關乎於身後的寺人 其實像一隻寵物 我舉例, 可能一隻孤獨的狗狗 牠可能胎孤獨 其實可能極其量4公斤左右 牠的長度, 如果只有35厘米長 但是我們的航空龍 能夠給牠的座位、器皿 其實牠的長度已經達到50厘米 而且在裡面一定可以轉身 上到航空公司 譬如我們可能會有機會 如果我們跟狗狗同機 大家可能會在客運大樓一起出現 差不多登基, 牠永遠都排到最後 放在一個特定的身後位 亦跟客倉一樣有幸溫 整個過程都不會是日曬雨淋地登基 我想多問一點 剛才有說很多時候是犬隻或貓隻 會否有遇過一些特別的個案 你會否真的送蜥蜴或者送蛇去移民 其實也有 蜥蜴 對, 蜥蜴就是爬蟲類 蛇也是 對, 屬於也算是一種爛血的動物 對我們來說 但是越來越多的趨勢 牠們有部分已經被… 我們人類已經視為一個寵物 其實牠們也挺漂亮的 對, 某程度挺漂亮的 我遇到一個比較有趣的客人 牠是外國人 牠回到他的國家法國 要帶牠三個兒子回去 三個兒子有名字 三至四個兒子, 牠很大條 牠… 大色鹽好像有這麼大條嗎 對, 這麼大條 有差不多62厘米 加上尾巴 對, 當時牠跟我說 牠想跟兒子見面、聊天 安撫一下牠 因為蜥蜴而言 牠不能用手掛 行客運和主人一起飛 一定要拜卡告 當我可以了 我們有職員 當然是給他電話去看 聊天 牠談完我聽 當然問他爸爸, 說我可以嗎 他說可以, 但我兒子說牠是頸殼 我可以的 你聽得懂是蜥蜴畫的 我研究了很久, 我正在學習 我問一些比較奇怪的問題 有試過找最大的寵物去移民 和最小的寵物有多小 我先說最小, 因為馬上想到 是 一隻青蛙 好的 很小的 這隻可以跟著主人的相機 一般來說, 我在小孩時 還沒進行 我認為自己放在袋裡 應該可以過得到 但原來是不行的 一樣要做檢疫 也要做申報 要通知目的地國家 有部分國家可能要申請他的 寄訪許可譜 對, 所以我家裡經常說 原來青蛙也染了 很漂亮的, 青蛙可以透明 透明青蛙? 綠綠地吃, 很有趣 很想看 是 我還以為Fanny跟我說 最小的可能是馬雞 這種小的就很厲害 我今天真的有人問我 蟻類, 一些昆蟲類 真的有人問問 是, 問我可不可… 因為牠應該很喜歡昆蟲 牠養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昆蟲 坦白說, 昆蟲真的沒試過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電話 我也很想去見證一下 我可不可以先發一個物種給我 首先我們會對一些特別的物種 會問回目的地國家 對, 問回一些入境條款 各方面的東西 再做出一些配合 我期待Fanny 再刷新最小的運送寵物移民紀錄 現在COVID-19今年這個情況 會否真的多了人做寵物移民 其實在近社會運動 我們可以說是… 就是去年六月開始 對, 去年六月 其實是多了的 多了人來查詢 亦多了人去計劃 反過來不是全部移民到外國 亦有很大部分的朋友在外國回流回來 就是回到香港 對, 我看到有兩個趨勢 你說回到香港的 很大部分都是留學生 對, 留學生 或者是退休人事業 反而是很多離開 留學生特別是近這段時間 但這幾個星期, 我們收到很多美國 求助的案件 可能有機會因為他們在網上 做讀書 就不需要回學校 好像準備在簽證維碼方面 就不再續簽證給他們了 要求他們全部回國 這件事? 對, 新聞也有發出 那天直接瘋了 其實七月初到上星期 連續收了兩則新聞 一則是美國 不讓…不續簽證給美大學生 如果繼續實施網上教學 他們需要三十天內 全部要返回自己的國家 我們接到的案件在多達 美國來香港是主流 美國去澳門 美國去新加坡 美國去馬來西亞 美國去台灣 我在想… 大逃亡 香港… 我是香港公司 我說不過可以的 我們都可以去接 但首先我們都會給他回答 我們是其他香港公司 如果你找到一些 是直接在台灣的, 更好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我們都願意協助你去處理 對, 在七月初 我想二號、三號時就英國潮 有否說成為寵物甜蜜的個案 好像最長的, 做幾個節目 最長的話, 按正路 其實最長不外乎一些 都是第一組別的 紐西蘭、澳洲、澳洲 那些大溪地的國家 在全球來說是第一組別 我那些國家比較複雜 因為無論打針, 注射, 全部的疫苗 採血, 還有要檢驗很多種菌 那方面的東西 他要經過那個流程 大概要搞九個月左右 才可以完成 我試過… 有個客人跟我說 總之他一定在期限之前 是一定要離境, 要進去 那時候他真的在這個階段 他沒有辦法被迫, 先放下寵物 是, 因為這些個案都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可能在疫情 現在的狀況 有很多可能之前受疫情影響 差不多封關, 知道的 因為搞移民沒辦法 所以說什麼聲音, 飛過去 但是他們是… 我覺得他們寵物 連我也想做他們 他有兩個工人姐姐服侍 還有司機, 還有一部份 看電影才會看到 對, 我覺得很童話 很公主防止的感覺 對, 正正因為這樣 寵物移民現在才會有一個 很熱的一個題目 因為越來越多人會… 我認識一些人選擇 他不會生小朋友 但是會把寵物視為他的小朋友 所以寵物移民 相信大家可能越來越多 會面對這個課題 對, 很感謝Fanny上來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受訪問 如果各位觀眾 對於寵物移民還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歡迎 繼續在這個影片留言 或在網上來問一下 我們都會盡一一解答 跟觀眾朋友說再見 再見…